大概要等到10到20分 15到20分鐘 所以我就去泡了一杯我今天 Hi 我是Opera 是不是很久很久沒有拍 Get Ready With Me 因為就是每次化妝都想說 欸 直播跟大家聊一下天好了 然後就會沒有辦法拍 Get Ready With Me 然後今天一大早起來就想說 我要拍影片 所以我就是趕快保養 然後化妝化成今天這個妝 我自己非常的喜歡 這是我最近最常用的彩妝品跟底妝品這樣 然後今天剛好跟大家分享最近彩尾中原要卸人的一些小故事 還有一些就是比較生動的一些描述呢 在 Instagram 的直播 我會把那個連結放在下面 那如果想看我化妝 然後聊一些彩尾的故事的話 就跟我繼續看下去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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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工商一下最近正在開團的ID石膏面膜 因為我是禮拜天用的 然後今天是禮拜三號禮拜四 我就決定再用一次 我現在一週都會用兩次 ID呢 它就是韓國整形的所有院長開發的產品這樣 這個石膏面膜比較特別是 它會在你的臉上乾掉 然後它是清潔調理型的那種 無論你是乾肌 中性精油肌都可以用 那我自己呢 是混合偏油肌 我會再敷上石膏面膜之前 因為它在你臉上乾掉嘛 我會先打個底 你用你任何手邊的精華化妝水 先抹在臉上 或是拍打在臉上都可以 不需要為了這個再特別去買一個新的保養品 它打開會長這樣 它真的是白色的嘛 它的質地就是石膏 所以你敷上去的時候 要小心 它跟你一般想像的面膜會不太一樣 壓住一邊 然後把它慢慢的撕開 清潔跟提亮效果超好 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毛孔很粗大人的 它的 因為清潔效果很好 它的毛孔緊緻跟透亮程度也會很好 但如果你本身是皮膚就是那種仙女肌的人 你可能敷一片不會有感覺 但是你就敷個四片 至少四片 一個禮拜兩次 它那個提亮感 我相信你會有感覺 然後我第一次敷是去年真語寄給我 這個介紹我認識ID的人是 就是我一直很愛那個Poveren洗臉精的老闆娘 然後這一次呢 因為它的效期只到明年三月 所以它給我的團購價是 兩盒八片九百九就免運 如果你要一次買四盒是一九八零 然後再送兩片它們的Q彈眼膜跟額頭的膜 但是呢 但是呢 它現在的網站呢 其實你可以註冊就會有點數 我昨天看到有人最高折快三百塊 反正就是很讚 大家如果有興趣趕快去看 但是它的效期只到明年三月 只到明年三月 只到明年三月 很怕有人沒有注意到 可是這個東西我跟你說 調理型的你一定要立刻用 像我現在就是一個禮拜用兩次 效果非常的明顯 就是你的毛孔細緻度 還有 要事後 敷完之後你的保養品吸收 那個好的程度差很多 有點像是 它先幫你把皮膚清潔之後 讓你等它後續的那個 你知道 吸收導入 大概要等到十到二十分鐘 十五到二十分鐘 所以我就去泡了一杯 我今天 今天的拿鐵 聯合今天半夜可以補貨喔 每個月他們只會給我一天 這個月是七月二十七號半夜 連那個蝦皮的 綠瓜跟咖啡豆全部都會補貨 而且都是現貨 它們都是現磨之後 立刻裝 分裝成綠瓜包 是給我的讀者 所以大家自己要 參考 我自己上個月是補四十包綠瓜 這個月我要補咖啡豆 現在十五到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 我的臉頰還沒有全乾 可是我的T字部我已經幾乎全乾 這時候請大家絕對不要直接像妙筆貼一樣 這樣抓撕下來 沒有那種快感 我們不要追求那個 建議你先用水把那個臉就是潑濕 讓它恢復那個彈性度以後再慢慢拔下來 那我現在為求方便 我就拿一個寶石噴霧粉 這樣噴完之後呢 其實你手磨它臉是已經 恢復它的有一點點濕潤的程度 你就可以開始撕 然後它不會讓你的臉有那種 很像撕那種OK泵的感覺 它是很順順的可以拔下來 這樣拿起來 然後臉上白白對不對 現在就用洗臉筋去把它洗掉就OK了 洗完之後你們看它皮膚的提亮感有多明顯 然後毛孔的細緻度也是 毛孔細緻度這要擦超級多 擦完之後呢 如果是晚上我就會濕敷我平常習慣的化妝水 就是讓自己敷臉啊或什麼 這時候會吸收的非常快 可是因為我現在桿子要化妝 我就會擦我日常愛用的修護乳霜提Booting 你用完石膏面膜也不一定當下立刻要敷臉 但是你用完石膏面膜就等於你清潔完之後呢 你一定要立刻的保濕 但你不需要每天用這種清潔面膜 就像是身體去角質也不需要每天用 我的那個身體孟雅去角質 我也是一週用一到兩次而已 除非我就是那一陣子很愛穿拖鞋 就是腳底有點硬 我才會一週用個兩次左右 擦完乳液給大家看 效果真的很好欸 我自拍一下 哈哈哈哈 這邊怎麼還有一點乳液 用完提肤肌以後就可以化妝了 其實提肤肌也是我平常必備的妝前乳 這已經是我第四罐 我人生除了星夜球以外 沒有用過這麼多罐乳霜過 而且星夜球是因為它有酸類喔 它對我的悶痘跟那個粉刺非常有感 這罐沒有它純粹就是修護感 可是它在妝前會讓你的妝很貼很貼 我今天呢就是要用我最近最常抓的彩妝品來化妝 塗防曬 防曬我最近在用加丹尼爾 加丹尼爾有出一個新款是海洋友善的 我覺得比較適合用身體 因為它擦在臉上會有一定的油感 可是也很好推開 只是臉上的話我會習慣用更水潤 所以我更喜歡北尾跟加丹尼爾這一款這樣 然後我會塗上兩個手指 這個是我看丹丹分享的 因為我也是長大之後才覺得 喔原來我以前的防曬 甚至是化妝水啊保養品的量其實都不太夠 那如果你已經出門了怎麼補防曬 你要不就是要把妝卸掉 要不就是用防曬系數的粉餅去補掉 加丹尼爾呢就是非常的好推開 但是這一罐我覺得不適合塗身體 是因為它擠出來的這個壓頭啊 就是擠出來真的只有一點點 所以就比較適合直接上臉 那北尾的那個為什麼我拿來會全身一起上 就是因為它擠出來的量比較多 而且它非常的水 所以就是全身上下脖子我都會一起擦這樣 我最近的第二個步驟呢就是會上 AM的妝前乳4號光 這個是我新買的 就是之前Alice老師的新品一除4號光 我就立刻買 給大家看它的質地是也是那種水潤狀的 可是它的那個光感很明確 是有點帶冷光調的 它可以讓你在底妝之前用 這個妝前乳會讓你的整個底妝透光澤這樣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年紀大之後 很喜歡底妝是有光澤感的 就是反而沒有那麼追求霧面妝感 因為我現在會覺得與其用霧面一直去蓋 或者是壓得很厚讓你的臉變成平面 不如就是打造那種光澤感 有沒有你們看這個膨度很誇張 它會比較像是那個我愛的MINA小橘管的那種光 可是它的光澤又沒有這麼的明確 就是它又在比較低調一點點 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塗開 所以我的範圍會塗得比較大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再上底妝這樣 然後我最近熱愛的底妝呢 一樣就是酥苦 但是我用量只會有一點點 我會先用SALONE的這個 新的舒芙蕾粉撲呢 沾一點 你看我已經用到鐵片 我真的很難得會把一個底妝用到鐵片 我只會沾一點點以後 然後從臉的外圍 慢慢的帶一點點進去我毛孔 裙子的地方 然後壓我的鼻翼 然後慢慢的暈開 因為蘇苦這個啊 之前很多人問過 其實我拍過實測影片 它就是我覺得任何肌膚都可以 因為它的遮瑕度 它的持妝度 跟它的奶油肌感非常非常非常的美 只是你夏天就要好好定妝 油肌唯一單線就是它持妝度 可是因為我夏天 我這樣用了一整年下來 它的效果是完全OK的 給大家看 真的一點點 它就會跟剛剛那個AM的4號光融合起來 就變超漂亮 這邊呢其實也是亮 可是這邊還會有一些瑕疵看得出來 這邊呢就是它把泛紅跟痘疤都遮掉 它的修飾度我覺得 有個6.5到7成左右 所以你如果皮膚是沒有太大狀況的人 你用它就可以了 你就不需要再用什麼遮瑕膏 這顆永遠忘不掉 是那個Maybelline 36小時嗎 還是48小時的粉底液送我的 真的是我用 一個禮拜連續用了4次之後 我這邊跟這邊就抱了一個巨大的門頭 而且是完全擠不出來沒有白頭 然後用痘痘貼也沒有用的那種 你看我剛剛上的量真的只有一點點對不對 但是我會一直狂拍猛拍狂拍猛拍 讓它真的跟我的皮膚結合 打到這個亮折度以後呢 我才會開始上遮瑕 遮瑕呢我就是熱愛就是 AM Fairyland 的遮瑕 已經用到這樣了 之前我是用AM Fairyland 的舊包裝 那這一次呢 是他們的新包裝 我也是用的 應該有半年以上 那這個呢 是Alice老師 她後來有升級一些料體跟成分 所以她的濕潤度我覺得更好了 乾肌更不用怕 就是眼下會卡粉什麼的 我自己用是完全沒有什麼卡粉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她的持妝度很好 不會移味去油移那種 然後會用一個淺色打亮我的淚溝 這邊提亮一點點 橘色我就比較沒有在用 因為我比較沒有黑眼圈 然後我一樣會用Selon的這個粉撲呢 就是把遮瑕撲開 這個月呢我生活發生了什麼大事呢 首先就是睫毛膏的第二波完售 然後第三波已經確定充填時間 我也訂了韓國的機票 昨天訂了住宿 非常非常的緊張 就因為真的 要就是 見到我的睫毛膏 新品跟第三波的本人 就是在工廠見到他們本人 就覺得很興奮這樣 再來一件人生大事呢 就是我終於要 退下柴尾這個職務了 OMG 這個職務真的是 使缺到一個不行 她不是因為職位本身非常非常的忙 當然也是 老實說啦 其實 大家都是沒有執行 我們後來在上個月開會的時候 決定給我們執行 因為其實我們 我是第四屆委員 在前三屆委員他們都有執行 那到第四屆呢 他們就是決定不要執行 因為可能覺得就是 業務沒有那麼繁忙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們上個月開會有恢復 所以我這個月有收到一筆 就是一年的委員費 其實也沒有很多 就一個月四千塊 可是我就覺得 那種是一種 你本來就應該給人家了 因為老實說就是 有一些人 以前我不是委員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們超辛苦 因為老實說這些人 他根本沒有義務 要幫你們處理這些事情 他沒有義務在你 隨便傳一個訊息到群組 說什麼垃圾間很髒 電梯感應不到 或說我的磁卡不知道怎麼用 我的電梯不知道怎麼樣 然後我的車號 e-tag不知道為什麼不能進來 他沒有義務在你隨便 隨口發出的這個疑問或是抱怨的時候 立刻幫你處理 可是其實很多人就會說什麼 要等多久 請問現在有人回覆嗎 哈嘍哈嘍哈嘍 我有看到這個 那時候委員不是我 反正後來 我為什麼一開始會答應 其實就是因為這一屆 主委他跟我算是比較 比較早進來這個社區的群組 他那時候也就是 我們偶爾會在電梯遇到 然後我在電梯遇到 是那種一定會跟人家打招呼的那種 他大部分就是頂多點個頭 因為他感覺是一個很害羞的女神 然後他突然有一天就看到我 他就塞一個那個明治的75%巧克力 他就說巧克力給你 然後我就說 給我嗎 他就說給你吃 我說謝謝 因為我本身也是蠻喜歡吃巧克力 黑巧克力我是OK這樣 然後我就說 謝謝 然後他就這樣子很匆忙的走 我就想說 他就是一個比較害羞的人 然後就開始講柴尾故事 然後那幾天晚上在那個社區群組 就是開始發現說 喔我們之前 就是已經確認找到的新任委員們呢 有一位是不做的 一個比較年長的阿姨 因為那個年長阿姨 為什麼他會被選上呢 其實就是因為 他在群組裡面 蠻常發表一些 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論 我覺得大家都有看出來 就是他是一個 很不給人家面子的人 再加上 他之前還有跟一個住戶 吵架過 就是他希望 他樓上的住戶 不要10點後回家洗澡 就是就算你10點下班 也不要洗澡 因為這樣子會讓他 早上5點起步來 因為他就是一個退休人員 他就說 我只求一個晚上10點睡覺 早上5點可以安安靜的起來 不需要聽到別人的洗澡 或是沖馬桶的聲音 所以他就在那個群組要求 這個男的就是 全家晚上10點都不能沖廁所 也不能洗澡 超級莫名其妙的 那個時候就是鬧得沸沸揚揚 後來那個男的也被鬧了很多次 他就說不然你就報警吧 因為 老實說到底誰能管我 家裡什麼時候要沖廁所啊 這件事情在群組報開來以後 就是我跟我老公都有幫那個 男主人講話 就覺得這是一件完全不 不合理的事情 可是你會在這個時候發現 其實大部分人的人 是想要裝沒事 大部分的人會覺得說 他今天沒有影響到我 他今天不是來糾正我 說我不能沖馬桶 我就裝沒事 現任主委就是有去幫那個阿姨 然後後來那男的就說 好那我道歉 這個主委有一天他就問我說 我能不能當委員 然後那時候其實真的非常想拒絕 然後那時候真的很忙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好吧 因為那時候我老公也說 如果我們身為住戶就是 一定要當一次的話 那不然我們就當好了 然後我想說好 結果我就掉進身邊 哇啊啊啊啊啊啊 掉進去這樣 欸我剛剛擦的是那個 Sukuru的這個濕地乳 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之前不是一直在試 Salon的濕地乳嗎 可是我發現 Salon的濕地乳在過熱的狀況 其實像現在這種狀況 其實就會極限 或者是我可能用不夠多 但是我覺得 以他的那個 濕地乳的那個 控油程度的話 沒有Urban Decay跟Nars好 那這次我就是去蘇果活動他們送我這個啊 非常的好用 有這個預算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你就去買Urban Decay紫色那個 或是NARS的Smallage Proof 我記得Smallage Proof好像是880還980 可是可以用很久 然後呢 我的眼影要用Town Ford這一盤是40號Golden Hour 這一盤呢 是我在大阪唯一買的一盤眼影盤 就是我現在已經不是那種看到彩妝的顏色會瘋掉的那種的 就是我現在是蠻冷靜的一個轉輩 就是我看到會想說 這什麼時候可以畫 我有沒有類似的顏色 啊如果有類似顏色或粉質 我就會覺得不需要為了別的牌子再去買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Town Ford 就是好像很多人一直在說Town Ford非常非常的厲害 可是台灣蠻貴的 再加上顏色好像很常缺貨 然後那時候在大阪機場的時候看到這個顏色 我就覺得這個顏色我應該是可以駕馭 這一盤我現在用下來用了這麼久啊 我覺得它的優點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暈開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呢 其實它這兩個顏色長得幾乎一模一樣 就一個淺筆一個深 所以我幾乎都是用這個打底 這個加深 然後這個打亮眼窩中間 然後這個再打亮正中間這樣 就是我的routine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我的刷子也會全部用它 他們附的這個刷子 因為我覺得這樣最方便 然後我畫一樣是像AM一樣 我都只畫旁邊 就是我不想弄到那個tf的壓痕 好給你們看它多顯色 它真的顯色到爆耶 又非常的好暈開 可是呢它這一盒沒有霧面色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種全部都是亮粉色 反而對新手蠻友善 就是它比較不會有色塊感 你比較不用擔心 你畫來畫會有一邊沒有暈好這樣 好然後Back to柴尾的故事 像我們家啊我以前兩家 我們那邊的警衛都是做十幾年那種 就是爺爺都知道看我從未婚看到結婚的那種 到現在我們其實做還沒有滿一年喔 就是十一個月吧 我們已經換了六個保全了 然後清潔大姐換了三個 但是這個不是他的問題 就是因為真的是找不到適任的這樣 像我們上一屆就是本來以為做得好好的一個 有總幹事資格的一個保全大姐 也是做不到一個月就離職 然後他就直接跟我說 難怪你們社區沒有人要當啦 我真的沒有看過這麼瘋的人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我真的很不想要 然後我要用這個亮粉 真的非常不想要我們社區變成就是 業界不敢接的社區 因為老實說 業界這麼小 我們其實中途來的很多 新的保全人員 他都是有在別的社區待過 就是什麼 電梯或機電保養的人來 都會直接跟他們打招 連我們的電梯大哥都會說 怎麼你們警衛又換人了 誰誰誰走了嗎 我們最高紀錄上一個是 四個月連換四個吧好像 有一天我在台北他硬要call我 叫我一定要回來 因為他要報警 後來又來了一個大哥呢 就是這個是他自己走的 因為他覺得別人給的薪水比較高 再來呢就是最新這個大姐 那個大姐就是覺得可能他自己的資歷也很深 他又覺得我幹嘛來這邊當小妹被你罵 他會在你不在的時候才去發這個錶 或者是私下 我們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都一直覺得說 他們這一次做的狀況都應該蠻好 結果到前一天才發現說 他要離職了 我最近買了這兩個 在日本買了這兩個DUP的眼線衣是不同顏色 就是土黃色跟綠色我很喜歡 但是我現在還是很常用Canmake這個橘色 Canmake這個橘色呢 我覺得我的日常妝都很適合 而且他這個橘很持久 他這個橘可以撐很久 然後最近呢就是要交接 我那天很信聰聰的回家 就是在趕我要開團的事情 我在弄影片我在弄照片 晚上八點然後準備看F1 然後我就收到那個 下一任委員的訊息 一開始其實我沒有想要特別早一點回 因為他只是回 只是問說在嗎 他還沒有講事情的原因 我通常會等到很不熟的人講事情的原因 我才會去開那個訊息這樣 然後結果他下一秒就是另外一個委員就打來 就是你這跟著也沒有辦法不接 然後我接了以後他們就說 請問你們有要下來嗎 我就說蛤 什麼意思 他說不是說好今天交接嗎 後來我弄了大概30分鐘 把工作趕快趕完以後下去 然後肩尾也下去以後 主委就是在電話裡直接說了 就是新任主委不在 公開場合跟他道歉 然後不再 有所有 住戶的群組跟他道歉 他就不交接 新任的主委那個男的就是以前 人家說家裡10點以後不能衝馬桶的那個男的 那個男的現在變主委了 然後我們就所有人都在樓下等啊 我們就有說那不然就是財務先交 他就說好 然後他就打給我說 林小姐 然後我就接了電話 他就說 我現在有三點訴求 我這個人現在是在燙衣服 我要燙我明天整個禮拜要穿的衣服 我就說哦 所以我沒有辦法下去 我就說哦 OK 如果他沒有道歉 我是不可能下去 我也不可能交接 你們要交接財務 你就先交接 我請他不要擔任 耽誤我們社區事務的進行 我想說 我現在是在燙睫毛吼 就是講故事的中途 還是要講一下我在做什麼 過了20分鐘之後 欸 砰砰砰砰砰砰砰 氣沖沖的下來 一進來就說 你剛剛什麼意思啊 你現在是什麼意思啊 然後就一開始就是 只是這樣子 後來就是咆哮到我們旁邊的人 完全聽不到任何聲音 他會突然的衝起來 會想要防禦自己 那當你也跟他對衝的時候 他就會衝更高 其中一次在社區警衛警察來的時候 警察是根本沒有辦法跟他溝通 後來是我下去以後 我就說你冷靜一點 我來幫你好嗎 然後他就說 好 你小心麻煩你了 我去休息一下 然後他就真的去我們警衛室 旁邊的沙發桌 這樣拔著休息 因為我剛剛噴的噴霧嘛 就是那個臉 所以我現在乾了以後 我要來上那個 定妝的粉餅 我最近的粉餅 是在用我在去年 在沖繩買的這個 Makiatch 還是今年 今年3月 還有1月 在沖繩買的 這個星基粉餅呢 那個時候 我是隨便抓 因為我那時候 戴錯粉餅 就忘記沖繩 其實是很潮溼的海盜 我戴成就是 不控油的粉餅 這樣 我後來就隨便抓了一個 這個 然後我買的色號是00 00他其實不會太白喔 因為他00好像是更適合黃色 膚色的人 Makiatch的粉質 蠻細緻的 所以他的填補毛孔 跟控油的部分 我是還蠻滿意的 重點是持妝啊 給你們看他 我現在我現在輕輕掃一點點 在我的毛孔群日出 給你們看 這邊的霧化效果 跟這邊 就差蠻多 這邊的油光完全不見 但是 大家也不要擔心說 那你剛剛上的光啊 4號光 會不會就沒有了 不用擔心 因為 混合偏油的人 什麼 什麼不多 最多的就是油 大概 上妝過10分鐘 或15分鐘 你慢慢出油的那個 微奶油肌啊 就會把你剛剛的光澤還給你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我自己大概就是 無論是多控油的 像什麼無極限的那種 蜜粉啊 或是無極限的那個定妝噴霧噴到爆 我都還是會3個小時去吸一次油 如果有帶粉餅的話 我就會稍微在我的那個 毛孔群聚觸啊 或是在我的那個鼻翼這邊 再壓一下下 就是會壓到你的臉 不是潮濕的狀態 你的那個持妝度才會高 像我現在就會用手臂確認一下說 你這邊還是不是濕的 因為我剛剛那個 底妝啊 防曬都上比較多 稍微帶下來定下來之後呢 我就會噴定妝噴霧 我現在噴的定妝 之前都是噴無極限 可是無極限就被我放在外面包包裡 然後我這兩天有在用1028這個 噢燕燕妳要進來啊 噢自己推門這樣子很棒棒啊 1028這個呢 我覺得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灑出來的花灑有點太大範圍了 就是 它的那個噴頭的出來的量會有點 噢現在正常了 呃又不正常 就是 它的量會有點巨大到你覺得你好像 真的是在拿那個 灑花氣灑在臉上的感覺 沒有這麼細緻 可是我覺得它控油度是有的 但是我心裡最厲害的控油 噴霧 定妝噴霧呢 還是無極限 就子孫秀無極限真的是 沒有辦法打敗它耶 我已經用了4瓶了 我到現在還在回購 好OK我今天要用的睫毛膏呢 跟平常比較不一樣 我平常都用all beauty對不對 我今天要用mude 沒有的呢這個是我去年還前年 去年買的 然後我一次是買了仙長款跟濃密款 我這次呢是用volume curling 所以是濃密款 這一款我覺得如果你是那種睫毛 比較稀疏的人 你應該很喜歡 因為它很快就可以幫你的睫毛 創造出那種 呃 存在感 可是呢它會 比較容易讓你的睫毛結在一起 就是它很適合創造那種束感的睫毛 它很黑 它會讓你覺得 呃 我的睫毛怎麼跑出來了 但因為蠻多人是不愛這種很黑的睫毛膏 因為第一個會比較難卸 存在感比較高 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的妝感 因為它就是很快 有沒有 你看它很快的就讓我的睫毛變一束一束了 我睫毛已經不是扇形開花那種 它是很快就變成煙花式的那種睫毛 所以如果你是像我一樣睫毛多的人 你就記得要背一個夾子去趕快把它捏在一起 你看它可以立刻變成束狀睫毛 我覺得很厲害 如果你是喜歡煙花式睫毛 你可以這樣試試看 因為如果你用Obeauty要創造這種睫毛也是可以 可是你花的時間就會比較多 因為Obeauty本身的料體沒有這麼黑 所以它本身的那個料體又在更輕易 而且這個刷頭啊 因為它的膏體很濃 你有沒有看到我一直上到我的眼皮上 就是我的上下眼皮都會一直沾到 因為它比較濃 眼睛畫好了 睫毛畫好了 就非常像假睫毛那種 炸開感 可是其實你們看像下睫毛 就會比較難 像Obeauty那樣變成 很多根但是細細的 因為它的料體 直接讓我很多細毛都糾結在一起 已經打不開了 所以其實現在就只能這樣 但我覺得應該還算OK 好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來畫眉毛了 眉毛呢我都是用Benefit這支眉筆 就我現在已經用這支打天下很久 還有那個Kai Beauty的眉粉 我是用摩卡 色號是摩卡 我講過很多次 我最近又要去Benefit蜜蜜修眉 不然我的眉毛的形狀又跑掉了這樣 跑掉會比較難畫 所以如果你是不太知道怎麼畫眉毛的人 建議你去蜜蜜修眉一次看看 可以去找忠孝復興的 Meg或是Brian 非常會修 而且很細心 他們兩個都很讚 我跟我老公都會去找他們 我都自費喔 柴尾的部分 有一位保全他 就是講話好像比較不得主委員 所以主委有一次就退出群組 因為他覺得他講話都沒有人在聽這樣 然後就變成我要變成傳聲童 因為我們總共有七八個群組 有一些是有保全主管 有一些是有 就是早晚班機動人員 然後有一些是我們跟建商 有一些是我們跟店面 反正就是有很多群組都對了 然後他退出之後 就導致每次要做什麼決策 我都必須要先問說 你有看到這則訊息嗎 就是但他沒有嘛 因為他退出訊息 第三次還是第二次退出群組的時候 我就直接罵他說 要退出群組做一些情緒式的行動 所有人都會做 只是這樣對事情一點幫助都沒有 然後他才說對不起 我真的超氣的 不是我從家就沒有事情做好不好 我超忙的 但是因為警衛他們都不敢跟他聯絡 所以警衛都一直不斷的打給我 要不就是打我們家室內機 要不就是打我們家用電話 不然就是打我手機 之前呢就是因為我們的E10系統呢 有一點點狀況 那可能就是警衛先生他比較不熟悉這個操作 所以他確實有少按一個按鈕 但是應該也不至於讓整個系統都盪掉 就是我們的問題就是因為物業經理他沒有第一時間來幫我們處理 他一直說他會處理但他沒有處理 那新任的保全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他就一直想辦法自己去彌補 然後反而越弄越糟 然後我們呢因為沒有配合的廠商 再加上那個已經五年了 沒有配合以前安裝的廠商 我就打電話給原廠 打電話給桃園經銷商 然後打電話給台北經銷商 問說誰可以來修 問附近的入口店 都沒有人可以來修 因為大家的一致認為都是 不是我裝的我就不修 我沒有簽聯約我就不修 或是我一來我就要跟你收800 我就要跟你收2000 後來因為住戶都會一直在群組說什麼 到底還要多久 就是你知道他們都會覺得這一句話沒有怎麼樣 可是對我來說壓力超大 因為你就會覺得 這就是我要負責 就是大家在等我們的說法 欸我要擦一點PK的那個膨亮色 他這邊真的是膨到爆 我上次有跟大家比對一下就是 Alice老師的PK膨亮色 跟表姐新出的那個膨亮色 真的是Alice老師的比較得我緣 就是他的那個膨是很明確 整個Q彈度是出來了 我非常非常的滿意 那個系統這樣子一直這樣一整個禮拜下來 就我其實很常在樓下 警衛打來 我就要待一個一個小時 然後打地方問其他廠商 願不願意線上教我嗎 然後怎麼樣來什麼 然後一直找那個報價單什麼之類的 一直跟大家說現在怎麼處理 阿如果有人進不來要怎麼辦 有人怎樣要怎麼換磁扣什麼的 然後後來他就選擇報警 然後報警的時候 當下他也是一直說 你想他怎樣 你為什麼他沒事還是行事什麼 反正anyways 後來那個交接的時候 我現在在用Selon 404 我真的很喜歡他們這種替換式的唇膏 他們上次有在寄給我一盒 然後你們知道唇膏為什麼會變這樣嗎 有看Vlog的人就會知道 還沒有看屏東Vlog的人趕快去看 他有點帶血色 可是是那種淡淡的 啊扭迫回去了 OMG 然後這個呢 因為他真的很像是護唇膏 他的顏色也沒辦法在你的嘴唇上很久 可是他就會有淡淡的這個顏色 然後很好補妝 腮紅的部分呢 我最近就是在用這個 Suku的 Suku上次我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他們送我們的143 這一色真的超級無敵美 如果你有預算好像香褶色 然後 Parker有介紹 大家趕快去看Parker的那個Anseagram 他的刷色超美 他的呢 重點就是他這邊是有點膚橘色 然後到這邊呢 是變成一種淡粉紫 是有一種打膨感 所以呢 我會先用他的刷子 刷橘色之後 在我的 顴骨鞋上放 我會先這樣子淡淡的把它戴上去 側邊顴骨這邊 他就是很像是你自己肌膚透出來的那種 原生肌的感覺 不會太重 Suku的腮紅我覺得是 如果你要下手的第一個Suku產品可以試 那如果你有再多一點預算 Suku的眼影一定要試 Suku的眼影真的超好暈開 顏色調的又非常的好 是你買了不會後悔的那種 你買了不會覺得說 啊買了這個顏色不知道怎麼用 完全不會 這樣 超漂亮 然後我會再沾一點就是他這個亮色系呢 在我的眼下三角處一點點 就他是有一種膨亮感 會跟剛剛PK有點重複 可是他這個的亮粉又會再高一點點 所以只能擦在眼下一點點 然後修容的話呢 我最近一樣是愛用我這個 Fresh O2已經被我用到真的是已經鐵片了這個 這個修容 他這個顏色呢就是陰影色 所以他非常適合我的膚色 他打出陰影色是很自然的 然後我下巴線條也會打 因為下巴這邊打了會讓你的整個 脖子的線條明確很多 有沒有 這邊的那個髮際線的陰影 我也是立刻會打 這邊這邊 髮際線也是很重要 就是我會 我現在已經都會看就是日本女生 他們會把自己的頭型 或是韓國女生會把自己的頭型刷陰影刷成就是有微圓型 然後再來就是刷我的鼻影 鼻影呢一樣是用03E的這個鼻影刷 這個應該已經用了 用幾年啊 我結婚前用的 至少四年了吧 你好像打03E鼻影刷就會有 因為這個顏色真的我已經看不到 他這個已經全部被我洗掉 然後如果你要買鼻影刷 我也很推薦Laura的 Laura的眉眼刷非常好用 鼻影那個 真的形狀是我沒有看過別人有的 而且又便宜又 洗了也不會掉毛 非常的好用 好這樣霜完之後呢 我會噴上最後一次定妝噴霧 所以我會妝前噴 上完底妝噴 蜜粉後再噴 然後最後完妝再噴這樣 噴完之後拿下頭髮我就完妝啦 才會準備下下 好啦今天的妝就完成了 今天就是用我最近最常用抓的一些底妝 有一些真的已經用超久底久 有一些是新買的東西 然後新上妝的步驟 然後還有新的保養步驟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啊如果ID面膜大家有興趣的話 然後不知道怎麼用 或是你不知道怎麼買 都可以去Instagram私訊我 我的Instagram是 Fund with Oprah 記得趕快追蹤我 好嗎 好啊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 謝謝 細節 小臣 特工 很有型 遊戲 我